49岁孙楠一家生活尽照曝光,身体发福显老,盲有,女儿嘴角好奇怪。 谈到内地乐坛争议最大的女星,相信所有人都会说是那英。 要说男歌手的话,就众说纷纭了,但要说因真人就起争议的就一定会说是孙楠。 他留给大家是那种略带憨厚的高亢洪亮的实力型歌手形象,他的声音很有激情,凭借其出色的唱功,俘火了无数听众。 近年来孙楠繁多的真人秀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,但他的经典歌曲依然广为传唱。 孙楠的演艺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,但感情之路却不是那么一番风顺。 前妻叫买红妹,婚后还育有一子女,由于孙楠常年在外,对家庭照顾不周,据少离多,导致两人的婚姻感情破裂而走到了终点。 而至今离婚有七八年了,买红妹依旧也没有再婚,不过买红妹一直在国外生活得非常的美好。 孙楠与买红妹离婚后就娶了现在的妻子,俩人据说是因为高尔夫而相识的,现在的妻子是一位不怎么知名的主持人,名字叫潘卫。 而且现任妻子在与孙楠结婚以前就已经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,所以两人对这次婚姻都比较珍惜体贴吧,生活算是非常幸福美满,俩人也很般配,感觉很有夫妻相。 如今孙楠已经47岁了,容颜不在,不仅身体发福,而且惊现双下巴,秒变大叔的他让很多网友接受不了。 从两人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得出谁更胜一筹,网友们都觉得前夕买红妹看起来更有气质女人威胁,也非常的洋眼。 而现任妻子看起来更显老接地气些,五官长别脸没那么精致,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,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,孙楠认为他美才是最重要吧。 从照片中看儿子不仅长得可爱活泼乖巧,而且在校学习成绩非常的优异拔尖。 女儿长得脸单圆圆,美眼活脱脱是个小孙楠。 果然是亲生的女儿,不得不让人感慨基因的强大。 不知道会不会遗传孙楠和买红妹的歌唱或者演艺天分呢? 大家觉得小孙楠嘴唇下是不是有点奇异呢? 祝福他们幸福吧! 参考来源